看一下啊 那么上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将购框架里面的啊 这个三个基本的模块 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M对吧 V T啊 这三个基本模块已经说完了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 试图呢 他如果需要操作数据库 他就通过这个 M 他如果需要产生页面呢 使用模板的话 他就通过这个 T啊 但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没有给大家说 他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对吧 他到底里面怎么去使用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完成一个 例子啊 使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东西呢 去完成一个例子啊 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 那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很简单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个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 把这个退出 我找一个 找一个目录啊 好 CD啊 CD我们的BCI15 好 在这里面啊 我退出这个虚拟环境啊 我再进一个虚拟环境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BCI15下面的PSI 好 在这里面我们 Test1 这个项目啊 那么这是一个将冠的项目 启动它啊 PersonManager PUI出入一个run Sever啊 你这样runSever的话 它告诉你这个端口 是不是被占用了 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 刚刚的这个项目 是不是已经占了8000 对吧 你在启动项目的时候 你怎么去指定这个IP端口啊 直接在runSever的后面 写上你指定的IP和端口啊 比如说吧 127.0.0.1 127.0.1 冒号直接输一个800 1 好 回车 那么这个是不是跑起来了 跑起来 我们就给大家访问一下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访问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要敲入这个地址 就通过它 通过它啊 通过浏览器 我们要打开这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访问的时候 它里面有个地址 叫做Books啊 它里面有个地址 叫做Books 那么当你一敲这个Books的时候 它会给你显示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显示的是图书内容如下 然后呢 给你列出两个图书的标题 那么这个图书 它是从哪来呢 这两本图书 它是从数据库里面 查出来的啊 它是从数据库里面 它你一敲这个地址 它就会把你数据库里面 图书表里面 所有的图书的标题 在这边去做一个显示啊 那么当你呢 去点击某一本图书的时候 比如我点击某一本图书的时候 它会跳转到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上呢 会显示你点击的图书的标题 以及 以及 以及啊 跟你这本图书所关联的 英雄表里面的信息 它的一个标题呢 也会在下面呢 进行一个显示啊 你比如这个是没有对吧 我点击天龙八部 好 那么这里面 它会显示这样一个天龙八部 然后呢 告诉你 英雄表里面 跟这个天龙八部关联的英雄信息 它的名字和备注呢 在这边做一个显示 对吧 做一个显示啊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例子啊 完成一个例子 好 那么 首先呢 我们 在完成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要在进行编码之前啊 你需要呢 去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啊 那么首先呢 你就要 设计出你访问页面的这个 UIL 和它对应的视图玩具的名字啊 然后呢 你要分析你这个视图里面你需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你这个视图对吧 如果使用到模板的话 这个模板文件啊 它的名字是什么啊 你简单做一个设计啊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哎 我们现在呢 就是分开给大家来做啊 我们要先做这第一个页面啊 先做第一个页面 就第一个页面呢 就是我们当敲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要显示出我们的啊 图书表里面的 我们要显示出我们的图书表里面的所有图书的标题 那么这个呢 哎 我们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他啊 就叫他 books啊 哎 比如说我就叫他 books啊 哎 这个最后面呢 斜杠我不要了啊 比如说我就叫他啊 我就叫他啊 哎 这个我们在上面 这个我就直接删掉啊 比如说当用户呢 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要显示出这个图书表里面 所有图书的标题 好 它对应的这个视图呢 我这边也简单写了一下啊 比如说它对应的视图呢 我就叫他烧 books啊 好 这个内容最终显示在哪里面呢 要显示在一个文件里面 对吧 这个模板文件呢 我们就叫他shallbooks.ltml啊 那么你知道这几个东西之后 好 我们哎 这个地址有了 哎 下面的这个地址对应的视图里面 我们是要进行处理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vios这边 开始呢 去定一个视图 好 我这里面我就在下面定一个视图啊 那么 哎 在这边定一个视图叫做define 直接写上一个shallbook词 对吧 哎 写上一个request啊 那么这个 它的作用呢 就是显示图书的信息 对吧 那么下面你要 你就要考虑一下 我在这里面 哎 我这个视图里面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哎 怎么进行处理 对吧 我要在 我要在页面上显示出这个 图书标明图书的标题 那么这个数据从哪来 是不是从数据库里面来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 在我们将图里面 哎 你是不是不需要写三口句 你就通过我们模型类来来写 对吧 那么 哎 查找啊 我们要查找 哎 这里面就是他通过我们的m 哎 查找 哎 book info 哎 对吧 查找图书表中的数据啊 查找图书表中的数据 好 那么这个呢 哎 我们给大家说 你要查 通过一个类来查找 我们说要把这个类导过来 对吧 哎 把这个图书类导过来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在我们这里面呢 直接就是 哎 from我们的 book test 点 models import 我们的book info 哎 是不是导入这个图书类 对吧 哎 导入啊 导入 哎 图书模型 类啊 那么把它导入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查了 哎 我怎么通过模型类查找图书表里面所有数据 哎 book info 对吧 刚刚给大家讲的book info 点 objects点 哦 对吧 然后这个呢 给你返回一个列表 返回一个列表 叫做books 哎 比如说我叫books 好 下面 最终我们这个数据 它要进行显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一个模板 对吧 进行一个显示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模板文件夹 叫模板文件啊 比如说我就叫shelbooks 哎 在这里面呢 我就写上一个哎 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叫做shelbooks啊 shelbooks 它里面呢 我就 它的中心呢 我就叫显示啊 显示图书啊 显示图书的一个信息 那么它里面什么内容呢 我现在先不写啊 我一会再写 我们在这里面 哎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哎 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使用这个模板了 对吧 使用模板的时候 就我们刚刚讲的 哎 捡写的函数 return一个 rend request 哎 直接使用的是我们booktest下面的 shelbooks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哎 你要 你要在它里面显示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传给它 对吧 哎 直接写上一个啊 books 哎 它对应的这个 就是我们查出来的这个内容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现在我们这个试图呢 我们就定义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考虑一下啊 试图定义完之后 我下面要干嘛 哎 配置url啊 这个url呢 我们说我们就叫做books对吧 叫books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已经包含了 我们直接在应用里面呢 去做一个配置啊 在它的后面加一项叫做url 啊 哎 这个严格匹配开头和结尾 里面呢 就写上一个books啊 哎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views.show books啊 哎 这里面就是显示图书信息 啊 显示图书信息啊 好 这个url地址我也配置好了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这个内容 你要显示出来 每一个图书的标题 你是不是要在模板文件里面 写内容了 好 我们是传过来 这个books这个列表 我怎么显示出 每一个图书的标题 哎 图书 哎 信息 如下 对吧 那么 我们的图书呢 不止一个 你要显示出每一个 哎 是不是要用我们刚刚讲的for循环 对吧 哎 便利啊 便利这个列表 就l 然后呢 直接呢 是for循环for 哎 比如说我叫forbook 因我刚刚传过来的 books啊 然后呢 它的末尾呢 有一个叫做 underfor 然后呢 那么这里面 我要显示出每一个图书的标题 对吧 哎 直接写一个li啊 哎 我要显示出这每一个图书的标题 你要注意怎么做啊 我们你便利出来的每一个东西呢 都是一个图书的对象 啊 我要显示对象的东西啊 我就直接可以呢 双方号 里面写上对象 然后呢 点他里面的这个 b title 哎 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所有图书的名字啊 那么这个呢 你 我们写完这个之后 哎 现在我们这个 某本文件里面内容呢 我们也写好了 那么你只需要去访问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 看到这是8001对吧 我们访问我们的8001啊 直接输一个books 好回事 哎 是不是图书信息如下 天龙八部射电运用转 对吧 哎 这里面是我们第一个试图啊 然后呢 我们呢 案例里面呢 还有一个 就是当你点击某一本图书的时候 他要跳软到这本图书 他要跳软到一个页面对吧 跳软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他会将你点击的图书的标题是谁 他会显示出来 然后下面呢 跟这个图书关联的英雄表里面的 英雄的名字和备注 是不是也都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把它设置为一个 A标签 A标签 然后设置完A标签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我A标签呢 有一个HERV属性 对吧 这个HERV属性 你点击浏览器 是不是又访问这个地址 那么现在你就要考虑一下 这个地址 我们该怎么去写 就我怎么一点击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点的图书 是谁啊 你肯定要告诉他 你点的图书是谁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考虑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 做这个例子的时候 肯定是啊 肯定是 你一点击某一本图书的时候 我肯定 我对应的试图呢 我要知道你点的图书 是谁啊 我如果不知道他是谁 我就没办法去查 对吧 图书里面的信息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下 图书的唯一标识是什么 是不是ID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去设置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直接写上一个 books book里面呢 哎 我把 我把他的ID呢 把它放进来 直接写上一个 book 他的一个 ID 那么这样呢 我们写完之后 你去看一下啊 写完之后 我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对吧 你直接一刷新 比如说我要点击这个 链接的话 我一点击浏览器 访问的是不是books2 对吧 哎 这个2就对应着我们点击的这个天龙八部 他在表里面的ID对吧 然后你点击四条运用转 他是不是访问的3 好 只要我们的试图里面是不是能拿到这个数字 我就知道你点的图书是谁 对吧 OK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哎 我们现在啊 这个地址呢 哎 我们这个地址啊 点击某本图书时 显示出图书里面的英雄的信息 哎 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这样设计啊 就是后面呢 我们直接加上一个啊 加上一个books book的后面呢 我直接写个后面呢 给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你点的图书的ID 好 那么这个对应的 这个地址对应的试图呢 我们叫做detail啊 detail 那么它的detail呢 哎 我们就在这里面定一个detail啊 在这里面我们定一个detail 哎 直接写上一个define 哎 叫做一个detail 好 这个detail里面呢 我就写上一个request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想要干嘛呢 我们说啊 我们要拿到这个点的图书的ID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参数呢 来接收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 哎 查询啊 查询图书 哎 关联的啊 关联的 英雄信息啊 英雄 哎 信息 那么这个里面你要查一下啊 我竟然拿到这个图书的ID之后 下面在这里面我应该怎么进行操作 怎么进行操作 好 我们最终啊 好 哎 根据啊 根据这个BID查询图书信息 对吧 哎 根据ID呢 去查询一本图书 哎 这个下面应该怎么写 哎 看到啊 不可依法点 我们给大家讲的查询的两个函数 都是通过不可依法点 把jax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叫做get 对吧 里面写上ID 等于我们的BID 最终呢 给你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对吧 好 有了这个对象之后啊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 哎 查询 哎 和 哎 不可啊 关联的啊 关联的 英雄 信息啊 这个怎么查 好 这个你要看一下 我们刚给大家讲这个 哎 通过模型类操作的时候 哎 最后我们讲这个 关联操作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面 你要分析你这边查 还是这边查 对吧 你看到现在 我是不是通过book 哎 这个B对象查询 跟他关联的英雄 是不是这个 hereinfo 下方线set 点 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哎 比如说我叫here 等于我们的 book啊 下 book点 hereinfo 下方线set 点 哦 哎 对吧 这个时候 好 现在哎 我这个图书有了 哎 我这个跟图书关联的 英雄是不是也有了 也有了之后 我们最终这个案例 你是不是只需要在这里面 显示说 这个图书的名字 还有图书的 里面关联的英雄的 名字和备注 对吧 好 现在呢 哎 我们通过m呢 已经拿到了这些 数据 好 下面呢 就是做数据的一个 展示啊 哎 我们要使用这个 一个 模板啊 使用 模板 把这些数据呢 传递一个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呢 哎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这个模板啊 这个模板呢 我们就叫到他 也叫到detail 那我在这里面定一个模板 哎 直接写上一个 detail 好 哎 这里面啊 显示我们的英雄信息啊 显示 哎 图书 那么关联的啊 哎 英雄 信息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啊 在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先不写 我直接应该是使用这个模板 直接就return一个 rend 哎 直接写上一个啊 request 使用的是我们呢 book test下面的 哎 哎 detail 对吧 然后呢 你 你需要呢 把这两个数据呢 给他 传过去啊 book 哎 他要使用这两个数据 我就把这两个数据呢 给他传过去 然后呢 heels 然后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 heels 对吧 好 哎 现在这个视图定义完了 那么这个地址 哎 你是不是要设置一下 哎 对吧 哎 这个url里面去进行这个设置啊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地址啊 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是不是 哎 books后面跟上一个 数字 对吧 你在这里面匹配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啊 啊 哎 然后呢 严格匹配开头 直接是book啊 哎 这个book后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知道book啊 book后面呢 斜杠后面 哎 我要匹配一个数字 对吧 这个数字呢 是我们的杠地 哎 可能不止一个 对吧 不止一个呀 我就杠地 加 哎 然后呢 后面是这个dollar啊 对应的结尾 后面对应的这个视图呢 就是views.detail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显示 英雄 信息 好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当我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去点击的时候啊 注意 我在这里面 我一点击这个天龙八部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他能不能跳到那个页面啊 你点击 哎 他这里面给你报了一个 哎 这里面是books对吧 哎 少一个啊 在我们这里面写的是一个books啊 哎 写一个books 好 那么在这里面直接还是回来刷新 点击的时候 OK 这里面给你报了一个错误啊 哎 detail 哎 什么错误啊 detail missing 缺少对吧 缺少一个required的需要的position 位置参数 哎 detail呢 缺少一个位置参数 叫做BID 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看到啊 我们的视图里面 我们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函数叫BID 那么他这里面告诉你缺少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Jungle呢 调用他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参数呢 给他 传过来 哎 我们是不是想把这个数字给他传过来 那么这个传你怎么传啊 注意你需要呢 在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哎 把这一部分呢 给他变成一个正则表达式的组啊 分组 哎 就把它分组啊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在你 你只要在你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你把 你把某一部分啊 变成一个组 那么Jungle呢 在调用他对应的视图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组里面的内容呢 作为参数 传递给你对应的 视图啊 这里面 哎 我们写完这个之后呢 你比如说我再回来 直接去刷新点击 还有没有错 没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Jungle呢 他就会自动的把这里面的数字 传递给你后面对应的 视图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里面呢 他就不会有错了啊 这现在我们这个地址和视图呢 都好了 现在呢 最后呢 要展示这个 内容 展示这个内容呢 我们这里面展示的时候啊 你注意在这里面 首先是展示这个图书的标题 对吧 哎 我这里面就写一个HE啊 我们把图书也传过来了 哎 直接是book 我要展示他的标题 就是图书的B title啊 那么然后呢 再往下就是图书的 英雄信息如下啊 哎 英雄 信息 如下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是 Full循环啊 先写一个URL吧 哎 直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URL 那么URL里面 我们写Full循环 就是Full 我们的Hero 因我们传过来的Heroes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写上一个啊 写上一个RN的Full 然后啊 我要显示英雄的名字 还有他的备注 哎 我们每一个都放在LRI里面 英雄的名字就是 Hero 点 H 内姆 对吧 哎 你辨为出来每一个Hero对象 他的名字啊 然后呢 双相关线后面跟上他的备注 就是Hero 点H comment 对吧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内容是不是也显示完了 那你就可以试一下啊 在这里面 回到我们的800这边 点击这里面进行刷新 哎 我也点击 天龙八部 好 他是不是显示你点击的是谁 天龙八部对吧 跟那天龙八部关联的英雄信息 是不是都在下面 对吧 哎 六百神剑啊 那么这几个 然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 比如说这里面 我点击这个 射雕应用转 我也点击 哎 他 跟英雄表里面 跟这个射雕应用转 关联的信息 是不是没有 没有就显示这么一个东西啊 什么都不显示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啊 我们这个例子呢 你回来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神雕侠侣 那么这个表里面 是没有跟他关联的 英雄的信息 我一点开之后 哎 他是不是给我显示一个 没有英雄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 你要怎么做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我们这个 方循环的时候 你还可以使用 在他里面写另外一个东西啊 直接版分号 花光号 里面写上一个 M P 这个是在我们 方循环里面用的啊 就是你如果便利的这个东西 他里面 他为空的话 他会执行下面 MPT下面的这个逻辑啊 哎 这里面我们就加一个 没有 英雄 信息 那么如果呢 你便利这个东西 不为空 他就会执行上面的这个 逻辑啊 那么这个MPT 哎 你注意在这里面 这些fall MPT 还有underfall 这些呢 我们都把它叫做 模板的标签啊 模板标签 那么这个加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你在这里面 回过头来 找到我们800 然后在这里面 我点击这里刷新 哎 你点击天空八部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显示它 然后呢 下面我点击 你点击哎 是不是显示没有英雄信息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啊 就我们给大家说 fall 区块里面 另外一个标签啊 另外一标签 OK 那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要完成的一个例子 哎 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明啊 你敲入一个地址之后 在相构里面 对应的这个处理呢 是一个 试图函数 在试图函数里面 你如果要 查询数据表的数据的话 你要通过我们所讲的 这个 M对吧 所讲的 M去查 这里面就通过M去查 最终你要去控制你的页面上 显示哪些内容的时候 你就需要通过这个 模板啊 那么 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 给大家讲的 哎 我们将构里面 MVT的一个 作用 对吧 好 最终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就是一个地址呢 就有一个对应的处理函数 叫做试图玩数 在这个试图玩数里面 哎 你再想一下啊 我们要如果 查询数据库的话 我是不是通过M 对吧 通过M啊 通过M怎么查呢 其实呢 就通过我们讲的这个 模型类点 Object点 哦 哎 是不是去查 对吧 查完之后 我怎么获取它的结果呢 是不是就接这个返回值 那么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图上面 我们在这边画到 2345 那其实在这里面 这是不是一句话就搞定了 哎 是不是一句话就搞定了 好 然后呢 哎 模板的话啊 通过模板 操作模板的话 我们也是呢 去使用这个模板 然后呢 根据它返回的内容 哎 直接呢 再把它内容呢 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这个678呢 在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呢 只是你这一个Rain的函数 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吧 哎 一个Rain的函数啊 就完成了这个678啊 678 OK啊 那么像下面这个detail呢 也是哎 这两行呢 就是通过这一行跟这一行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M呢 和数据库呢 进行一个交互 哎 下面呢 就是使用这个模板啊 哎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这个例子啊 要完成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哎 问题 哦 1 5